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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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腊政府宣布对英国以及土耳其飞机禁飞 他事实上在3月14号的时候就已经宣布对意大利禁飞 但是像病毒这种扩散速度 你觉得他现在才做是不是已经晚了 事实上依照西方预言家的预言 希腊有可能也会成为一个重灾区 因为他的地理位置实在是太危险了 他隔着海遥遥跟意大利相望 但是在陆地上又是土耳其唯一进入欧洲的门户 那土耳其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国家 因为他第一个案子在今年3月11号的时候才发现的 一个礼拜之内他就变成了97例 再过了六天就是今天 已经攀升到1236例 而且有30人死亡 但是你如果问我 这样听起来并没有很严重啊 因为他有5000万人耶 那我要告诉你 你现在看到的例子 可能是冰山不是一角而是一个小冰块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台湾有一个15人的旅行团 是从3月4号到3月13号 在土耳其游完了9天 其中有一个成员回台湾之后 他就觉得有点不舒服 于是去做了检查之后 哇塞发现了 是阳性反应冠状病毒 他也成为台湾的第56例确诊 在他们这15个成员的旅行团里 每一个人都测了 然后他们发现 他们居然有13个人中标 那我们现在想一想 当他们到达土耳其的时候 土耳其连一个确诊的病患都没有耶 而在他们离开土耳其的那一天 那天早上官方的数字 还是说只有这一个人 但是他接下来卫生部长就说 哦他们家又发现了一个感染的亲属 又过了几个小时 他们说这个同一个家庭里头 另外三个人也被感染了 所以那一天他们离开的时候 这个数字还是只有五 那你们现在再想想 当土耳其这么多人里头 只有一个冠状病毒感染的时候 这13个台湾人是怎么被感染的 大家要知道 我们跟这个冠状病毒作战 就好像已经是跟一个 引武者 一个隐形的武士 如果你再不去做 检验 查出到底哪一个是我们的敌人 哪一个需要隔离 哪一个要治疗 那我们怎么能打得赢 很多政府有他不得已 或者不能说的理由 但是要知道 今天不是平常时间 一个错误的决定 就可以导致人民生命财产 极大的损失 所以我今天拿土耳其做例子 就是给大家看一看 如果土耳其当时没有蓄意隐瞒 或者是就是能力太差 这资料没有办法正确地反映实际的情况 那台湾的旅游团就不会去那里 台湾也就不会一下子 多了13个境外移入的确诊案 但是像这样子的国家有多少 因为大家现在对政府的公信力 都有相当的怀疑之心 所以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大家说 那就不要出门 所以一个国家一个国家 一个城市一个城市 的封城封国 希望这个是我们第一岛 这个病毒的最后一个防线 也希望能够很快就有特销药 能够有疫苗出来 我是王世云 也是神秘杰马克 谢谢你的收看 下次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